绝杀在体育项目中的意思为 正在对抗中的两支队伍 他们的比分处于打平或者是极为小的差距 然而其中的一方在比赛即将结束的独秒阶段 投进了制胜的一球杀死比赛 让对手没有继续反击的机会 而比赛结束后 胜利的一方发了封丝的庆祝 而落败的一方只留下了孤单离去的背影 绝杀带给对手无力还击的窒息感 也在最后时刻将剧情推向顶峰 以及在赛后让众人都难以忘怀 在已经成立超过70年的NBA当中 激动人心的绝杀每年都在上演 其中也并不缺乏各种经典的场面 比如说在1989年5月7日所上演的 被各界媒体称之为NBA历史上的最佳绝杀 来自于Michael Jordan那一头 The Shot 在1987-88赛季 这是年轻的Jordan在NBA效力的第四个年头 在这一年 他赢下了个人的第一座常规赛MVP 当选全明星MVP 连续两个赛季场经得分超过35分 入选了NBA年度最佳一阵和防守一阵 成功当选联盟的最佳防守球员 得分王 超捷王 以及扣篮大赛的冠军 但是公牛队却在东区半决赛上 输给了底特律活赛 虽然他们输了 但是公牛在这一年取得50胜32负的战绩 这是球队自从73-74赛季之后 时隔14年取得的最好成绩 排在NBA东部第三 不论是Jordan的个人成就 还是公牛的渐渐苏醒 外界以及他们都清楚地知道 很快 属于公牛的时代就要来了 虽然Jordan的到来 是公牛成为强队的主要原因 但是当时公牛队上 还有另一位很重要的选手 Charles Oakley 他是Jordan的好兄弟 以及最仰仗的队友 Oakley在85-86赛季 加盟公牛之后 迅速展示了自己傲人的篮板能力 场军8.6篮板位居全队第一 被外界评为是除了Jordan之外 公牛队内第二出色的球员 并且打架能力一流 也兼职Jordan的保镖 然而这一位球队的顶级内线 以及Jordan最好的朋友 竟然在88-89赛季开始之前 被管理层交易到了纽约尼克 换来了79年 魔术师那一届的炭花 Bill Catterite 毫无道理就把Oakley交易走了 这也让Jordan和管理层之间 出现了新的裂痕 而这比交易带来的转变 在赛场上更为明显 球队到了89年两月份 战绩只能维持在五成左右 并且在季后赛边缘徘徊 为了能够改善球队当下的窘境 公牛的克林斯教练 把当时的控球后卫 Sam Vincent撤下 将Jordan转变为控球后卫 这样一个位置的调动 竟然产生了相当不错的化学反应 从三叶中旬的比赛开始 Jordan连续七场比赛砍下大三元 15场比赛中的11场 都打出了三双的表现 那个时期 外界不仅仅看见了一个 能飞能得分的飞人 还从他们身上 看见了擅长传球与组织的Jordan 那一年Jordan的场均数据为32.5分 八篮板和八主攻 总主攻数排在全联盟第八 当年甚至有媒体说 Jordan也可以成为像Magic Johnson那样 做一个更加团队和无私的球员 只不过他不想 因为他是Michael Jordan 就这样 公牛在三月底打出了一波六连胜 最终成绩为47胜35负 和上赛季相比 排名下滑至第六位 于是他们在季后赛的首轮对手 是东部第三的克里夫兰骑士 骑士作为一支 在1970年加入联盟的球队 从舰队开始 他们的实力就和强队差距颇大 一直到1986年 他们选中了布拉德·多尔蒂 这名状元中锋之后 球队的战绩才慢慢有了起色 他们和66年进入联盟的公牛 在影片开头 所提到的87至88赛季 就在季后赛首轮相遇 当时他们的排名是第六 公牛排在第三 而一年之后 再次相遇在季后赛 两队的排名却互相交换了一下 而作为排在联盟前三的球队 在88至89赛季 骑士的团队性以及防守能力 是他们在本赛季获得成功的原因 尤其面对公牛 更让他们信心大增 因为他们在该赛季的常规赛 六次和公牛碰面 全部获得胜利 将其横爽 其中双方在常规赛的最后一次较量 Jordan一个人砍下了43分 都没能获得胜利 反观骑士在这场比赛中 没有一个人拿到20分以上 但是他们当中有6个人得分上双 所以外界在这一次的季后赛 都普遍看好骑士 虽然在去年他们输给了公牛 但是今年 外界认为结果会大不相同 媒体对于此次的较量 所给出的题目是 芝加哥公牛对上克里弗兰骑士 极致的个人对上极致的团队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倾向于后者可以获胜 其中一家媒体说 骑士能赢 因为篮球是一项五个人的运动 在这一轮季后赛的前四场 过程异常胶着 Jordan在这四场分别砍下31分 30分 44分和50分 并且四场比赛加起来 一共送出了35次助攻 双方的总比分为2比2 在那个五局三胜的年代 第五场对于双方来讲 谁能把握住机会 谁就能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对于公牛来说 全队上下在第五场比赛前 都有点紧张 但是Jordan却自信满满 他点了一根雪茄 然后对大家说 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会赢 要知道这个家伙 在G4还剩43秒的时候 罚丢了一个有可能 杀死比赛的罚球 但是现在 他却是最有信心的一个 尤其是在上场前 公牛还在骑士的主场门口 碰见了之前看好骑士获胜的 三位记者 Jordan对着其中的两位 预测骑士能够3比1获胜的记者说 我们已经证明你们俩是错的 你们都出局了 然后转身对另一位 预测骑士可以3比2获胜的记者说 伙计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你也是错的 而关于这一场比赛 双方熬战至最后一刻 到最后一节 还剩7秒就结束的情况下 仍旧不清楚 谁会是最终赢家 而当时的比分为97比98 骑士以一分的微弱优势领先 然后从这倒数的7秒开始 先是Jordan接到Piven的传球 利用速度撕开了对手的防线 在中距离完成急停跳投 将比分改写为99比98 然后伴随着一声哨响 骑士的主教练叫了暂停 回到赛场上 骑士的团队协作能力再次显现 用了3秒的时间 完成了一次传接配合 Crack-Ello在外线发球之后立刻起诉 甩开了公牛的防守队员 接到队友的回传往篮下冲去 上篮得分 在比赛还有3秒就结束的情况下 再一次比分反超 100比99 骑士领先一分 而刚刚这位上篮得分的骑士球员 他的名字叫Ello 如果说公牛在今晚最闪耀的人是Jordan 那么Ello就是骑士今晚的MVP 他在1983年第三轮第48顺位 被火箭选中 辗转来到骑士之后 在这一个晚上 替补出场了27分钟 砍下27分四助攻 其中三分球其中四 在比赛即将结束的3秒前 上篮成功 Ello这个绿叶中的绿叶 在今晚就将成为整个克里弗兰的英雄 他绝杀了超级巨星Jordan的公牛 剧本写到这里 对于骑士和他们的球迷来讲 似乎是最圆满的 但是这场比赛的幕后 只比人不是他们 而是那个身背23号的飞人 他才是给这轮系列赛 画下感叹号的男人 而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 谁都知道公牛 会把这一球交给谁来投 但是这个时候 据说主教练在战术板上 画了一个新的战术 他想让替补中锋科尔 执行最后一投 原因是他想打对手 一个出其不意 但是Jordan 愤怒地把战术板扔到了一旁 然后对着教练大喊 Give me the ball 全队上下都吓傻了 但是教练为了顾全大局 重新调整战术 科尔站在边线 把球传给Jordan 让他来执行最后一投 在比赛还剩最后三秒 面对紧盯Jordan的两位防守球员 乔神在他们的眼前 上演了鬼影迷宗部 厮守开了可以接球的空间 随后接球 突破到罚球线附近起跳 正在防守他的队员 也同时起跳 拼尽全力伸直了自己的左臂 想要干扰投篮 而他几乎和Jordan 在同一个高度 也很好地封堵了Jordan的视线 可是他忽略了一点 对手是飞人 在两人同时起跳的瞬间 其中一个开始下坠 而另一个则停滞在了半空 投篮 球进 篮球飞人的这一次制空跳投 将比分再次改写为101比100 唯一不同的是 骑士队没有时间再次暂停和反击了 因为比赛正式结束 Jordan在骑士的主场 20273名观众面前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压哨绝杀 打了赛前所有人的脸 成功进入季后赛下一轮 顺带一提的是 在这个最后关头和Jordan同时起跳 只不过开始下坠的骑士球员 正是那个几乎要绝杀公牛的Ello 短短三秒的时间 Ello体会了人生的巅峰和低潮 而在多年后 Ello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那是我的噩梦 那几年我不敢看电视 好像每个频道都会放那一次的投篮 他几乎毁了我 虽然在那一年 公牛还是没有拿下总冠军 但是对于当时年轻的Jordan 投出的那一记载入实测的绝杀 一直到现在都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被称为NBA历史上的 最经典绝杀之一的那一头 The Shot The Shot